嘿 大家好 这里是赛街 苹果的两大机皇 十四破罗麦克斯跟十五破罗麦克斯 这两款机器 今天呢 具体要如何选 当下这两款机型的差价只有1000块钱 那这1000块钱你们选的时候是不是很纠结 十四破罗麦克斯跟十五破罗麦克斯 怎样去pk一下呢 看完这个视频 对于这两款手机呢 你会有很确切的答案 那么会发小说 然后马上切换像头 在评测之前呢 兄弟们过来看一下这两款机型 他们的相同支出都是4800万的拍摄 这台是不锈钢的机身 这台是太合地的机身啊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正面都是零动岛 然后我们装的这些软件等会会给他跑一个中和的加财保分测试 配方少说 马上切换像头 第一步 新能测试 在测评之前呢 左边这台是14破罗麦克斯 右边这台是15破罗麦克斯 我们同时把它的充电到100 这台14破罗麦克斯499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它的电池效率 分别是电销100 电销100 这台系统是17.51 而这台14破罗麦克斯也是17.51 版本一样 接着第一步 我们来跑个分测试一下 打开APP速度测试 打开APP速度测试 基本平手 相信大家刚刚看完视频对于这两款机型要怎么去选择了他们的行情到底是多少大家肯定是在意的啊好好的听清楚啊这款14破罗麦克斯512G的目前在华盛北的行情可能就是在6000左右因为他的电池是100的如果他的外观就一点的电效低一点呢也就是在578也可以搞得定当然这款15破罗麦克斯对比10次破罗麦克斯仅仅的就是相当一 一千左右也就说这一台的话可能也就在7000左右当然这个充电100的仅两次的还会稍稍的贵个1到2万块钱目前就是这样的行情对14破罗麦克斯跟15破罗麦克斯的话我个人决定啊14破罗麦克斯他的运许内存的为什么偷后对他的运许内存才6个G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加载速的时候明显15破罗麦克斯的运行速度更快他差10%当时呢加载速度软件的时候很明显15破罗麦克斯来的更快一点因为他的运许内存有8个G 再加上他轻薄的机身很明显我个人感觉这一千块钱的话如果要我选择的话15破罗麦克斯来的更加实在对于这两个机器呢你们要怎么去选择呢可以写在评论处啊我这里是IG当然了华江北的手机的行情我们这边天天有更新如果这个视频这里选购这两款机器有帮助的话 视频帮我留个赞留个赞口很残啦 很残啦